我們上次有講過這個階乘的玩法 有個同學就問了 有沒有階乘呢? 既然有階乘了 有沒有階乘呢? 其實呢 概念上可以說是有這件事 但我們通常並不會特別去做個階乘 為什麼呢? 因為階乘已經夠用了 我們看看 因為我們說A除以B 其實如果我們把它化回到乘 乘的話呢 其實我們會說是乘一個分數 就是乘它的倒數 就變成A乘以B份之1的意思 是不是? 階乘就是我們說不斷乘的 反過來 階乘就會不斷除 是不是? 所以如果我們說 比如說 舉例呢 舉例最清楚了 如果我說3階乘呢 那其實呢 它就叫做 3 乘以2 乘以1 就收手了 所以如果階乘的概念 其實就會變成什麼? 就會變成3分之1 乘以2分之1 乘以1分之1 那這個呢 實際上 如果我們通了它的話 即是分子分母 我們就各自成 上面就是1 分母其實是3的階乘來的 所以原來3的階乘 就會寫作是3的階乘的倒數 又或者你可以寫作是3階乘的負一次的意思 就是倒數的意思 所以就是說原來 我們說N錦炭號就叫做N階乘 N錦炭號負一次 其實就是N階乘 所以其實呢 我們是沒有必要去做一件新的東西 叫階乘的 因為通常呢 就是簡單來說 你放一份母 就會變成階乘的了 你把階乘放一份母 就變成階乘了 就是這麼簡單 在階乘的底部 就在階乘的其他地方 然後就叫做 解析清晰的 那些是嗎 就是